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想做一件我非常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三色芋圓 我上網看到的方法是很簡單的 希望我都做得到 材料就是有芋頭 深水清的朋友應該看得出這塊不是芋頭 沒錯,我是買錯了粉角 究竟我什麼時候才知道呢? 看下去你們就知道了 然後就是有一個紫薯 就是紫色的芋圓 還有一個番薯 我希望裡面是黃色 那就做到黃色的芋圓 然後就一包木薯粉 我本來是買了番薯粉的 原來不同的 幸好街市的姐姐肯給我換 因為我買了這麼大的芋頭 我怕用不完 所以我打算一半用來做芋圓 另一半用來做芋泥 第一個步驟我去洗一洗他們 然後就剔皮 我決定先剔掉番薯 哇,好漂亮啊 裡面是橙色的 哇,好漂亮啊 如果這次做得好吃 我以後就可以自己做芋圓 那我就不用外出吃了 我剔好了番薯 這個超級無敵頓 等一下不知道能否剔掉芋頭 我現在很緊張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失敬無神去做呢 就是試完我很喜歡吃長洲有家甜品店的 他們的椰王芋圓鮮奶燉蛋白 那我很多時候 週末我也很想吃 但是因為有點貴 所以我也很少買 但是心裡就經常躲躲 我就覺得不如自己試試做吧 但是今天就不要那麼複雜了 我們首先弄了芋圓 看看成不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 那芋圓應該有多會放雪櫃的嘛 那就可以繼續挑戰我的鮮奶燉蛋白 那接著就先剔紫薯 芋圓應該... 我會很害怕 哇,好漂亮啊 裡面紫色的 好漂亮啊 哇,這個順很多 還沒熟的時候已經很香 裡面的味道 這個不是紫色番薯 它是紫薯 對啦,是兩樣不同的品種 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我就買了一個爛的紫薯 它這裡紫色很漂亮 但是這邊是這樣的 我試試切開它 我剩下爛的爛是三分一個 剩下的 很少啊 應該也夠的 接著就到這個 芋頭了 究竟是否能夠批的呢 我這頭畫圓容易批 你看那頭 我批得好像八爪魚一樣 咦? 可以拔出來的 咦?不用批的? 你看得沒錯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這一塊是粉角 好,搞定了 我現在批完三個皮 洗一洗 接著就切了 我本身打算在這裡用這把刀切 但應該不可行 我就要用大刀切 那我就搞定再回來了 這麼快呢 我已經將它們切成了一塊一塊一塊的 其實形狀就不重要的 因為之後都會壓爛它 盡量切小一點 讓它容易滑就行了 現在就將它們用大火隔水蒸15至20分鐘 務求令它們全部變得很軟 那一會兒就整換完 好,經過了差不多20分鐘之後 它們已經蒸到軟了 熟了 現在就用一個大的刀 裡面就磅了一個80克的木薯粉 我還在用這些很古老的磅 我有一個電子磅 但是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Anyway我都用這個 好,這裡差不多了 這個磅是由我小學到現在都還在用 不用用電也很方便 我先做一些漂亮的東西 我先做黃色番薯 沒錯,我是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然後再灑點糖 然後就用一隻叉去搓它們 好,我決勝出手了 然後它搓到有些乾 就可以加一點水 好,現在我把它變成了黃色的磅磅 看到嗎? 出來了 剛才黃色的磅磅那麼大 紫色這個很小 但是我覺得紫色比較漂亮 好了 我現在又要把這塊的芋頭再蒸過 好,我再蒸一會再回來 在我繼續無知地蒸一塊粉角的同時 就先做了一些番薯圓和紫薯圓 其實只不過把它搓成長條形 然後切開它 大小沒什麼所謂的,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刀口壓一壓 令到它像一個護圓的形狀 然後就在布鮮袋裡面撒一些生粉 令到它們的護圓不會黏在一起 然後全部放進去就可以了 蕭家,你幹嘛? 你對護圓也有興趣嗎? 然後紫薯圓也是一樣的做法 如果你中間看到它裂開或很難搓開的話 就可以加一點水令它變軟滑 把這些放在護圓的保鮮袋放進冰箱裡 大約可以保存兩個星期左右 現在有一件很突白的事情發生了 如果大家懂得煮東西吃的話 應該片頭就會發現這個ERROR的 在這個時候我已經弄完黃色番薯的護圓 還有紫薯的護圓 我發現那個所謂的芋頭 是還未蒸得軟的 我就咬來試試發現不是芋頭的味道 原來 片頭大家看到我批皮批得很辛苦的東西 我上網搜尋完 應該是粉葛 嘩 我覺得現在真是寶姿之勇了 好啦 現在我先洗一洗手 然後再下街買那一塊真正的芋頭 再繼續做下去 好啦 我成功買一塊芋頭回來了 是不是很像樣子 我剛剛完全分不到 但我現在一看裡面 就感覺到這個是芋頭應有的樣子 好啦 那我現在盡快處理了這塊東西 然後再蒸淋它 再弄完護圓 對啦 一般會弄護圓 另一般會弄護泥 那剛才那些粉葛呢 回來問問媽媽 她能不能用得著 我不想浪費了她 好醜 我的芋頭終於蒸好了 哇 終於像樣子了 剛才那些沙角粉葛 蒸完之後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我超怕 我就在想買了什麼回來 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木薯粉放在這裡 就可以把芋頭放進去 好熱 好熱 這裏就是剛才一半的芋頭 我現在就清理現場 就打算做我的芋泥 對啦 那我做芋泥鮮奶 去獎賞自己 今天做了這麼多的護圓 這裏又是蒸了的芋頭 之後呢 芋泥的材料就要有牛油 砂糖 還有牛奶 對啦 全部都是一些很肥的東西 原來芋泥是這麼肥的 那我現在呢 就擦爛了一些芋頭 然後就加一點牛油 在裡面 然後就加一點糖 那我不想它太甜 那需要灑點在臉上 趁熱的時候加糖 因為那些糖溶了 然後呢 就加一點牛奶 嗯 好像太多了 太簡單了吧 我算了蒸的時間呢 都不用20分鐘 就做好了護泥了 好 試一下味道 嗯 不夠甜 那就加了一點糖 原來是超便宜的 外面喝這個護泥奶 是要20幾30元 但是自己做的成本是 我想5元也不用 嗯 再試一試 給大家近距離看看它幼滑的程度 是不是很棒啊 就把護泥呢 塗進去 那我上網看的人就說是圍著杯邊這樣 去倒一些護泥進去的 我的杯邊已經沾滿了護泥了 那現在就是加奶儀式 大家看看是不是跟外面買的那些一模一樣呢 你看看連旁邊那些 漸層呢 都有那些 街買一杯一杯的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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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在街買有時候會很甜 所以在家可以自己去控制甜度 還有可以控制用什麼奶 因為你不知道外面會不會用奶蒸 所以是非常之好 而且原來不難做到這麼滑 一會晚上就會煮壺圓 那我就show給大家看 到時 那些壺圓在冰箱裡拿出來 超小的 好可愛啊 我們煮一煮滾水 然後將護圓全部倒進去 然後再等它們浮起來 等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煮起了的護圓顏色超鮮艷 還原到100% 因為家裡煮了番薯糖水 我覺得跟護圓都很合適 所以就一起拿出來試吃 現在就是我的驗收時間了 好緊張啊 嗯 好吃 哇 跟外面一樣 好棒啊 原來這麼容易就做到的了 而且我沒有加到很多糖 所以護圓就不會很甜 它是有那種煙韌感 好吃啊 好啦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 這個烏圓烏泥蝦鹿小廚房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也歡迎大家分享給朋友 原來做護圓和烏泥是這麼簡單 而且芋頭和粉葛是這麼像樣的 哈哈哈哈 對啦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subscribe channel 每個星期都 upload兩條新片 加上星期六下星期三天 還有星期日下星期三天 還有星期日下星期三天